陽光 草皮 農產品 各式各樣新鮮的屏東農產品 在北大公園的草皮上販售 以提高在地小農的能見度為目的 新竹市政府舉辦新竹衛市集 今年擴大與外縣市合作 要將各地最棒的農產品 推薦給新竹市民 那這一次其實我們特別準備了 41個攤位 包含我們原住民的朋友 跟客家的鄉親 我們總共帶來屏東在地 最有名的其實就是 我們的鮮果 包含我們的鳳梨 最近要正到開始出的我們的芒果 還有我們的香蕉 我們的火龍果 那除了鮮果之外 其實我們也有準備了 這些農民他們有準備了 這些相關的一個加工品 除了各式農產品以外 還有新奇的文創商品 例如新竹市副市長沈慧紅 就在手上噴上一個 創意噴漆的圖騰 是屏東排灣族姑娘的美麗作品 今年更擴大我們 去結合了屏東縣的農產 還有我們宜蘭的物產 以及我們府城的美食 跟我們新竹在地來做一個結合 因為市長發現到就是 我們有很市民有很豐盛的購買力 然後所得也高 對於食品安全的要求也很高 因此它結合了這三個地方的優質的物產 以及我們新竹在地的農產 整個讓市民可以在這邊一次看足吃足滿足 看上新竹市民眾的高消費力 屏東縣有不少農民都不辭萬里的 將自家農產品運到新竹販售 有商家指出僅僅是一個上午 農產品已經銷售大半 對這次的活動感到相當開心 台坡新竹林彥斌採訪報導 謝謝